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佳佳 又是时候帮我们的街坊朋友解决疑难 今次我们接到暴谣人刘小姐的电话 听起来非常着急 她说最近感觉到身子有点虚弱 所以就打算买中药材回家 煮煮凉汤来补补身子 但是她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她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清楚的话 她以后都不敢再吃中药了 哇 这么大剂 那事关我们街坊朋友的身子问题 我们都是立刻出发 马上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喂 来了 是 刘小姐你好 喂 你好 是 刘小姐26岁 广州白岭 哇 你这家屋 什么味道 这么迷臭的 我煮中药 因为这几段天气比较潮湿 所以我的身体不是很舒服 打算去中药店收拾中药回来煮 我觉得药买回来之后 觉得有点问题 怪怪的 我带你去看看 过来吧 就是这包药了 我当时买回来的时候 觉得很奇怪 我倒出来给你问一下 看看 打开包装的时候 有点浓郎的味道 你看看 而且颜色也很不自然的 跟我们以前买的那些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打算煮来试一下 谁知道喝起来的时候又很酸 或者让你喝个碗试一下好吗 那股味太大了 但是它的颜色又挺正常的 让你来试一下 嗯 真是酸酸的 难道这些药材里面真的有硫黄吗 硫黄是天然硫黄烫的提炼加工品 微酸 在中医药后面 经常用销解毒杀虫子氧 补火座溶通便 多数用来内用 不可以内服的 因为硫黄内服之后 在腸内一部分会变成硫化物 或者硫化氢 会刺激墙壁 而且有致射现象 如果硫化氢浓度过高的话 可以直接麻痹中枢神经细胞炎 动致死亡 刘小姐买回来的中药材 但是闻一下已经不多妥了 喝起来还有股酸味 那不就是因为药材本身的原因 还是里面其实添加了其他东西 调查员带着刘小姐的药 马上来到达原食品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寻找答案 陈老师你好 现在在我手上拿的这包药材 是我在街坊那里拿过来的 他就怀疑说这包药材有点问题 能不能帮我们看看 刚才闻到这个药材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应该可能会有添加二氧化硫 好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测试一下 这包中药材当中 含不含要以原发老了 陈老师我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没有呢 出来了 白纸的话它的结果是1260毫克每千克 根据国标来说 它的限量是400毫克每千克 这也就意味着它超出国标有两倍 然后福林和白柱的话 它是超出了不到一倍 那为什么这个药材当中它会含有二氧化硫呢 它怎么跑进去药材里面的呢 药材的厂家为了延长药材的一个保质期 它在出售前就会用硫磺进行熏蒸药材 硫磺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它具有一定的吸附性就会残留在药材当中 长期吸入那个暗氧化硫的话会提高我们的那个的 烟盐 烟盐 支气管盐 支气管 甚至是肺息种 而且还会提高一个肺癌的旷免灵力 硫磺分蒸法是具有上百年历史的传统药材加工习惯 但由于残留的二氧化硫 对人体有害 所以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中药材二氧化硫留限量标准 山藥、牛七、粉葛、党身等十一种传统 原用硫黄分装的中药材及其饮片 二氧化流含量是不可以超过每千克四百毫克的 而其他中药材及其饮片的二氧化流残留量 是不可以超过每千克一百五十毫克 既然国家已经明明禁禁止了用硫黄分製中药材的保存方法 那为什么刘小姐依然在市面上 都是可以买到二氧化流超标的中药材呢 作为我们的街坊朋友 平时又应该去什么地方购买中药材 才可以买到安全又放心的呢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等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实地考察一下 药材不是每天都吃 但是对于广东人来说 每天吃饭都会煮回银汤的 所以调查完去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各位街坊经常会买到汤料的菜市场 你都吃炸了对吧 这个有一点黄黄 你一吃就干净了 那我吃吃要泡一下对吧 泡它十分钟进去 老板娘直接说这块淮沙含有瘤 哇 搞到调查人家有点大气的惊 这间集科店里的药材到底有没有超标呢 我们先买一些药品回去检测 再作定夺呢 那除了赛市场呢 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忽视的 那就是知名的中药材店了 很多街坊有点头昏生气的 通常都会直接去那里收拾一些中药货 这地方是有安全的吧 就是没有办法的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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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药宝的店员似乎就信心十足 拍了心口用店铺的名誉作保证 为了令到调查更加全面呢 调查员还来到了广州中药材的批发市场 相信入不少店铺都是从这里入货的 那如果源头都可以出问题的话 那这样小一点就要引起大家的警戒了 我们现在就找一些比较小的铺 比起那些开路边比较高调的档口 那些市场内部的店铺更加有些隐藏秘密 对 你这些是有硫磺的 这个是有硫磺的 这个是有硫磺的 有硫磺的就便宜一点是吧 这间档口居然这么明目张大 伴卖硫磺党心 店员还透露 被硫磺分过的党心比较重的 批发回去卖可以压清赚多点钱 那调查员接着暗房的另一家店 发现这么高调是卖硫磺药材的 并不止一间的 这个特别黄的是不是就是 也是打的 这个就是他把硫磺的时候 他捡我熏的 这就是准备一个硫磺杀了一点的 这里有帮忙打的吗 没有 广州都不可以打的 不能打硫磺杀的 广州都不能打的 那我们卖的是很危险 我们卖稍微一点点 一点点 今次的暗房真是步步惊心 一问一答都拉写出令人担忧的答案 有不少店铺一边立着无楼的牌子 另一边卖着有楼药材 明知犯法还灵目张胆 当然了 整个市场都声称绝不含有楼黄的商家 不论他们说有也好 无也好 都是口讲无憑的 调查员分别从三个地方 买了好几种我们常用到的药材 搬到实验室进行检查 那有没有硫磺超不超标 都是由科学检测说了算 两天之后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测 发现到我们在市场和批发市场买回来的淮山 竟然是木树来的 这个已经是严重的药材造假了 那除此之外 我们的样本究竟有没有二氧化来含量超标呢 我们的暗氧化硫检测结果出来了 菜市场杂货店银浓 380毫克每千克超标 党村560毫克每千克超标 木树16.546毫克每千克未超标 芙林113.05毫克每千克未超标 证明药店某某糖银浓 9.76毫克每千克未超标 淮山7.44毫克每千克未超标 芙林53.6毫克每千克未超标 批发市场银耳 964.6毫克每千克超标 党村376.5毫克每千克未超标 木树7.175毫克每千克未超标 芙林162.9毫克每千克超标 芙林162.6毫克每千克超标 这批样品总共有12份 都是检测二氧化标的 其中不合格的样品有5份 合格率只有58.33% 这就是表明中药材里面二氧化标 是普遍存在 而且超标现象严重 从检测结果来看 在赛市场摘过箭和批发市场购买的中药材里面 都有超标的样本 而知名药店某某堂购买的样本都会合格的 因此大家尽量在正规的药材 叫做购买药材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两碟中药材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经常会用到和很容易见到买到的 分别就有些雪意淮山和挡芯 而其中一碟就被我们检测出 是有二氧化标超标的硫磺中药材 其余的那一碟就是正常的安全的中药材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你 可不可以正确辨别出 哪一碟才是有问题 而哪一碟是安全的呢 不知道我们精灵的街坊朋友 他们是怎样看的 我们一起去问问他们 你可不可以分辨得出 哪一碟是硫磺分过 哪一碟是健康的 这个是好一点的 为什么 这些是以前我们买过又看过 多数都是这种硫磺 这些是比硫磺分过的 这些是没有硫磺的 可能这个白色的 这些真的太白正了 这种呢 有没有那种香 有泥土的 那种香草的味道 我就觉得这些 所以你认为这一碟应该是健康的 就是经过刚才的望闻敏刺 然后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安全的 而这一个就有问题了 这些可能有问题了 我就说这个可能正中点 这个就不正中了 这个是打过夜的漂白戴 这些当然是白色的 有硫磺分过的 那么白 这种有问题 这种就应该没有 这一碟为什么 这一碟很白 很白 是的 很多街坊都有自己一套便滅硫磺中药的方法 有一些甚至说起身是头头是道的 那到底他们选对了没有呢 经过了我们一轮街坊之后 就有11位街坊朋友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其中有8位街坊就说 我手上的这一碟中药材 是有问题的 有硫磺分裂过的 那么他们的答案就是 但是这8位街坊朋友 有很多都是靠猜的 而另外的3位街坊 直接猜错了 也是选错了 那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正确地辨认他们呢 接下来嘉嘉就教下大家了 边边硫磺药材 第一招就是闻一闻 首先我们如果说 买了一包中药材 回来 它是有包装的 那我们在打开这个包装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硫磺分裂过的话 一打开的时候 会有一大阵酸味是泼面移来的 而且是非常工庇的 那这个时候 这些气味就会令到我们的呼吸道 是会受到影响 可能怕随之而来 会有一些咳嗽的现象发生 那这些味道呢 就非常之刺鼻 是会令到你自己觉得很难受的 那这个就是有硫磺分裂过的 便必硫磺药药材 第二招 那第二招呢 我们就要看颜色了 看一下它的色水 那首先拿这个淮山 给大家看看 好像这个用硫磺分裂过的淮山 它的表面就会比较白 而且呢 它是很归整的 那而这个呢 没有被硫磺分裂过的淮山 它的表面呢 就会比较粗糙 凹凸不平 和又没有那么归整 颜色呢 也都会比较 会比较灰白一点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雪耳 那这边分裂过的话呢 你看一下 几百 外面的颜色 和我们正常的颜色对比呢 是差天共别的 这个呢 没有被分裂过呢 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 偏黄色的 那我们最后呢 再来看一下这个挡芯 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分裂过的呢 它的表面呢 就会比较光滑 而且呢 颜色也是比较亮的 那它的这个表面呢 也都没有那么皂皮 而这个呢 我们见到它 好像皂脆脆的 以为是放了很久 而且呢 又看上去是旧的 但其实呢 我们平时 是自然曬干的一些药材呢 它看上去 都会有少少 好像偏旧 偏暗色的 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 那如果说家庭观众呢 你们是贪这些药材呢 外表非常光鲜亮丽的话呢 就可能会 乃云重焦 买了一些硫黄 分裂过的中药材 便便硫黄药材 第三支 试一试它们的味道 那我们如果是买散装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把它 撕少少下来 然后呢 在我的嘴上 噗 那我可以说给大家听呢 这个 硫黄分裂过的药材呢 它是味道酸稠的 就是又酸又稠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 没有被硫黄分裂的 正常的安全的药材 它的味道 那 本身呢 淮山就是粉粉的 它这个没有分裂过的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味的 这些硫黄药药材 第四招 就是摸一摸 用硫黄分裂过的药材呢 它也都会比较重 因为它的含水量 会比较高的 那我们摸一摸它呢 你会发现 它表面是 嗯 有点濕濕濕濕 没有那么干身的 而你摸那些 没有被分裂过的那些呢 你是可以很明显地觉得 它是非常干爽的 一些黏的感觉都没有的 而我们呢 亦都可以把它呢 就是拔一拔 屈一屈 这个 瑜伽膏手来的 你看到吗 而且呢 它是没有那么容易拔断的 但是如果呢 我们是没有被硫黄分裂过的话呢 它是硬斑斑的嘛 你看到吗 是硬斑斑的嘛 而且一拔就断的了 非常之脆 因为它呢 含的水分非常非常之少 而这个呢 就是可以用 摸一摸的方法 和屈一屈的方法去辨别它了 对于已经囤积了一些药材 在家里的街坊 如果不想就这样 丢掉它浪费的话 可以有什么方法去除二氧化瘤呢 有人呢 就说 如果呢 这么不幸 买到一些被硫黄分裂过的中药材 或者是汤料的话 都不用怕 只要开大火呢 煮一下它 然后呢 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这个硫黄的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准备了一个 刚才呢 陈老师帮我们检测过的 这个有毒的银衣 去除硫黄实验一 高温烹煮 好了 现在呢 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煮都煮到含含声了 打开来看看 哇 好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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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些汤水已经变得黄黄地吃 对不对 然后整个那些雪椅呢 都白了 烂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 这一块雪椅 会没有了鱿化瘤呢 那接下来有请陈老师帮我们检测一下这个雪耳吧 嗯 谢谢 老师啊 我们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吧 这个雪耳是不是已经完全不含二氧化瘤了呢 雪耳中的二氧化瘤的话的确少了很多 才有3.123毫克每千克 就是还有是吗 是的 但是也好像比之前好像降低了好多好多啊 是 这边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雪耳在煮的过程中 它会吸水 煮了之后它吸水大概有十几倍 所以它的二氧化瘤的含量会降低 另外一个是我们也特意检测了这个汤 那汤里面有检出二氧化瘤 它的含量有14.738毫克每身 所以其实它很多一部分都已经转移到了那个汤里面去了 那经过了陈老师的这个解释呢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煮了这个雪耳煲汤或者煲糖水的话 那我们不单只会吃雪耳的嘛 最重要是喝一口汤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鱼氧化瘤都喝在肚子里了 硫黄在药材表面 其实已经和药材内部发生了化学反应 因此无论是长时间的煎煮就是高温加工 都不能消除硫黄药药材的毒性 那如果市民发现煎的药或者煲的汤有明显的酸味 怀疑是被硫黄污染的话 那就一定要停止服用了 所以高温烹煮去除硫黄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既然这个高温加热不顶用 我决定为了观众朋友和自己的身体健康 将我压箱底的方法拿出来 那很多司妻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买了一些青菜回来 怕里面有浓药材流都会用清水浸它一头半个小时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用同样的浸泡方法 来浸这个有二氧化瘤的雪耳的话 可不可以浸出那些二氧化瘤出来呢 到底行不行呢 都是要依靠实验证明的 虚除流氧实验以浸泡法 调查完将银耳样本分成两份 其中一份用同一杯水进行运足浸泡 另一份进行运水浸泡 分别定时对浸泡能源里面的二氧化瘤含量 进行检测监控 对呀 效果是这样 经过泡水之后 氧化瘤的确含量大大减少了 尤其是换水之后 浸泡了六个小时之后 它的氧化瘤限量已经低于国标的限量了 我给你看个图就很直白了 这里是代表下降的意思吗 是的 你看尤其是前半个小时 换水跟不换水 它的二氧化瘤的含量是直居下降的 经过六个小时之后换水的话 它的二氧化瘤的限量已经是低于国标的限量了 可以安全使用 不换水的它虽然也降低了很多 但它是仍高于国标的限量 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街坊朋友 如果想降低中药材当中的二氧化瘤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浸泡的方式 而且浸六个小时效果就是最佳的 因为这种常温的水 它就不会去除了你中药材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 而且最好就是用一种换水的方法 就不要用死水 效果就是最好的 其实从刚才的实验都可以看到 完全去除二氧化瘤是不可能的 只可以说是减少它的残留 残留在二氧化瘤 比长期食用 都是很危险的 除了这个硫瘤之外 亦都有一些更健康和安全的方法 可以保存我们的中药材 我们来到广州中医院 请教主任中医师梁基治医生 比较贵重一些药材 譬如有些人参 花旗参、红参 或者有些东虫草 或者二魔 这些比较贵重一些 你相对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上 另外比较普通一般的药材 譬如杞子、挡心、沙心、玉竹、莲子、百合 通常要干燥 有太阳的时候曝晒一下 干燥好 然后密封 密封有条件最好还是放入冰箱 如果没有条件的密封好 就放在比较阴凉、干爽的地方 如果是用热饭油溶解或者黏黏的药材 比如热胶、蛇胆等等 就可以选择和其他干燥一些的药材放在一起 比如蛇胆可以和花椒放在一起 花椒刺鼻的气味可以有效防重 说到保管药材 杞子有些特殊 如果露封 曝曬容易会变黑 所以在保管的时候一定要密封 如果因为储存不足 导致药材已经有少少的发毛 是不是完全是不能用的呢? 有些药材不仅不便宜的 那有什么补救方法呢? 你可以如果有少少的发毛 你就用个软毛刷 用少少水 用一些滚水 冻滚水也好 濕一濕它来擦干它 然后最好能够烘干它 中医师所说的烘干法 就是可以有少少发毛的药材 放到电饭煲里面真控烘干 温度不需要太高 将药材里面的水罚烘干就够了 当然了 如果露变得厉害的话 那看法真的要扔掉它了 下次买回来的时候 记得储存得当 那就OK了 节目开头向我们报料的刘小姐 所购买到的中药材 的确被我们检测到 是二氧化流超标的 所以以后就不要再吃了 另外我们也要呼吁电视机前面的 街坊朋友和包括刘小姐在外的朋友 以后在购买中药材或者是汤料的时候 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 首先要看一看和闻一闻 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 就千万不要购买了 还有要去正规的大的药房去购买 这样才可以吃得安全又放心 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节目开头的时候 有奖文答的问题答案 你们有知道了吗 如果知道的话 就快点点进入我们的微信平台 答案问题领奖品了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